來看這上山豬遊宮 每年在馬祖生前 就會到這六港田休宮來回鄉 這今天就拍到一百塊的遊覽車 也有將近五千五億的信奪 來到六港回鄉 剛好說這豬遊宮 今年建表兩百十十年 所以這隨興的這個頂頭 高達十多頂 另外說這六十年我當中 也還有一位這四歲的小孩 他是大阪做這小小的寶貝 遠路來看到這上山馬來 好 看來臨場感到很高興 來自台北市的上山豬遊宮 今年六四五千五億的這信奪 隨著上山馬進來六港田休宮來回鄉 這裡因為是建廟二百六十年 來到六代的頂頭 可以說是非常多 來自台北市的上山豬遊宮 今天剛才建廟二百六十年 所以今天我們要頂頭 是比一方更精采的事 所以因為每年都來這裡回鄉 所以六港可以說我們第一次 這個高度可以說非常老的廟 我們很客人 真的來這裡 小三馬做六港天休宮回鄉 小三豬遊宮的寶貝 只要六港中山路 拍到小三馬來到六港回鄉 這原路看到的信眾和民眾 就遭到這個布袋頭前 透過他辛苦上的平安餅 這餅餅在這裡就讓他笑了 不要吵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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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著布袋的平安餅很多門 在這個布袋旁的小小小布袋 也能起到非常信眾的住院 我愛小生媽媽 因為他小孩的時候 常常去媽祖金 常常媽祖金去擠頭 對 媽祖 今次媽祖來的 會有很興趣來 剛才有一個小布袋子的機會 所以由媽祖來這裡購物 上山豬油宮的新郊 自至近11點的時候也進入廟來 最新的也將大媽 二媽 三媽 一日跟車出新郊 進入六港天休宮重點會休 天休宮主委 頂尾東也表示 一百個年來 兩邊媽祖的交流 都沒回過 兩廟的這個信眾 也因為這大年會休 交流 是越來越密切 中西新聞 丹紀中六港報道